哈喽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今天呢是6月9号 这一期呢叫做风新闻 风新闻是风人馆旗下的一档节目 那么跟访谈不同 那么访谈呢是有嘉宾 风新闻呢基本上是没有嘉宾 不过有些时候在过去 确实有邀请过嘉宾 那么今天的风新闻 同样的跟大家来聊三则新闻 那么这三则新闻是我挑选出来的 而且我觉得说这三则新闻 也有它的话题性 它的这个劲爆的元素 同时呢也是充满着公共利益 就是大家都非常关注 涉及弥补它的课题 OK那么我们第一则就来聊 这一个新闻 就是要来聊盆五节 你们有没有出席过盆五节或者是有没有参加过盆五节呢 那么其实关于这个盆五节 它在马来西亚是从1977年开始 1977年就是45年前开始 它就已经存在了 它不应该成为一个课题 偏偏它在现在成为了一个课题 而且这个课题也令到雪州苏丹很生气 龙颜大怒 可以以这个形容词来说 它龙颜大怒 那么它就很不开心 苏丹陛下就很不开心 说这个东西原本好好的 那么为什么现在突然之间会成为一个课题呢 这一点大家都觉得有点懵了 我们来聊聊这个Bond Order 它其实可以说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跟华人的清明节 以及7月的这一个 7月我们讲的这个鬼节 或者我们讲的这个7月7月7月的另外一个节日 OK 余兰盛会是有一点点的相近 清明节是祭祀是拜祖先的日子 那么这个农历7月鬼节 那么这一个盆五节 把两个华人元素的这个日子可以把它整合起来 我们就以这种方式来理解 那么它在刚开始的时候 当然有一些明俗 或者是有一些当地宗教的元素存在 OK 这一点我们没有必要去否认它 但是经过日与夜季 然后经过长时间 经过时代的演变 那么现在它的盆五节的宗教的元素 已经被稀释掉 剩下很少很少很少而已 1977年开始举行 然后到现在已经45年 坦白讲 它的这个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历史 比我还要久 我是78年 他是77年的 OK比我还要大一点 那么这个课题 为什么突然之间 会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呢 就必须要把这一号人物给请上来 这一号人物呢 就是伊党的副主席 OK 是伊党的副主席 他的名字叫做Idris Ahmad 他是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OK 首相署部长 负责伊斯兰事务 那么他其实是一名上议员 他是senator 他并不是名选的下议员 OK 虽然都叫做YB 上议员也叫做YB 下议员也叫做YB OK也叫做YB 只不过上议员的上议员 前面有加多一个字就是 Yambrohmat Senator Idris Ahmad 那么如果是名选的议员的话呢 就是Yambrohmat XYZ 就可以 他们前面不需要加多一个senator 那么这一名伊党副主席 Yedris Ahmad 他是受委的上议员 就是说他在上阶大选的时候 要么他就没有上证 要么他就是输掉 OK 他在上阶大选的时候是有上证 但他输掉 OK 那么他在星期一的时候 在6月6号的时候 他就说 因为彭武节有宗教的元素 所以他就劝告穆斯林不要出席 那么接着他就把Jakim OK Jakim是Japatam Kermajuan Islam Malaysia 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 OK 他就把Jakim搬出来 他就说 哦 根据Jakim的一些调查 Jakim的这些研究得出 这一个彭武节有宗教的元素 所以 劝告穆斯林不要出席 他是劝告 OK 这必须要很清楚 那么我在读一些留言的时候 或者是 读一些网络新闻的时候 有一些人就把它 无限上岗道说 哇 禁止举办彭武节 No 不是 并没有说拒绝 或者是 不允许 举办彭武节 没有这个意思啊 OK 希望大家搞清楚 不要误会 并 没有说 禁止举办彭武节 所以这个 要make it very clear 这一名部长 他只是劝告穆斯林 不要出席而已 那么给出的理由 就像刚才我提到的 那么 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出来 据了解 媒体的报导是说 他今年的这个海报 他的这个poster official的这个poster 其中有一个动漫人物 是一名女穆斯林 她是戴着头巾 就是有hijab 跟有dodong 然后穿着和服 所以 就有人问这一名 首相署部长说 这种方式好像是不太对 这种方式可能会引起混淆 引起穆斯林的这个混淆 那么其实 看回去这张poster 我之前几年 我都有出席 都有参加 这个彭武节 因为那时我是住在Sharam 而每一年举办的地点 都是在Sharam的这个stadium 不是Stadium Malawati 他是在Sharam工业区 那一边的这个stadium 叫做Stadium Hitachi 那么为什么叫Hitachi 因为那个地方很多日本的工厂 而且 据了解 这个 这个 体育馆 Hitachi 本身 松下本身 也有赞助 也有资助 所以就挂上了他的名字 那么 过去几年我出席的时候 去参与的时候 那条 车龙是排到很长的 那么由于里头是没有足够的停车位 所以出席 彭武节的民众 都把车停在外面大马路那边 因为你要从大马路转进去里头 才会到达他的这个stadium 他的体育馆 那么在长长的车龙 来往的这个方向 都出现了长长的这个车龙 那个时候我把车停在其中一个点 然后走了差不多整400m OK 整400米才到达他的这个stadium 走了差不多有整半公里 所以那个时候是非常多人的 OK 真的是各族都有 华人 马来人 印度人当中 是以马来人居多 以穆斯林居多 OK 以穆斯林居多 那么这个东西因为那张poster 然后部长就回应 部长回应了之后 雪州苏丹就跳起来了 那么雪州苏丹跳起来有他的理由 以及有他的原因 当然这个原因其实也不难理解 因为过去40多年当中 有整30多年的全国最大型的彭武节庆典 就是在雪州举行 就是在这个stadium Hitachi举行 下到OK 大驾光临出席那一场的彭武节盛会 而且陪同雪州苏丹的还包括了日本驻马来西亚的大使 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些雪州的行政议员 雪州政府的一些高官 因为苏丹来 所以按照protocol 那么雪州政府必须要有高层在旁边 那么雪州大臣也有出席 从照片中看到雪州大臣有出席 同时 雪州的这个行政议员 当时负责旅游事务的 应该是黄洁兵 YB Elizabeth Wong 她也有出席 那么现场是非常热闹的 然后在这个体育馆草场中间 搭了一个台 然后嘉宾们就在台上围着圈跳舞 然后台下面的这些群众民众 就是坐在草场那边 坐在这个草场那边 要么就是野餐 要么就一起跳舞 是非常热闹的是一家人 或者是一对情侣 所以基本上她真的是没有这一些宗教 或者是拜拜 或者是这些祭祀的仪式 然后也没有祈祷 也没有完全没有这些宗教的元素 那么我觉得今天早上 雪州王公发表的那一篇文告 真的是一流 他有几个点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点他就说 他建议伊党的首相署部长 在7月16号 亲自出席彭武节的这个集会 亲自来看 亲自来了解 到底这个彭武节 是做些什么东西的 亲自去感受 那么苏丹除了叫部长之外 其实他也叫这个 沙亚南这个市政厅的官员 你们也要出席 你们也要去了解 确保没有状况的发生 OK 哇 这一个真的是高招 那么这是第一点 就叫那些对这一场活动有质疑者 去出席 亲自去看 同时也间接打脸了这一些 思想会比较狭隘的人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 第二点 苏丹也说 其实所有的这些文化庆典 它的起源 很多时候都离不开宗教的这个元素 那么随着时代的挪移 随着时代的发展 社会的这个步伐 把这一些原本有宗教元素的庆典 慢慢的给稀释掉 让它成为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场活动 除了彭武节之外 另外一个 我相信大家印象很深刻 也经常都在庆祝的 就是圣诞节 Christmas OK 另外圣诞节其实它的这个 宗教元素是非常的强的 只不过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商业化的一个节日 OK 那么如果彭武节如果要真的是要去谴责它的话 那么不要讲谴责它开关 如果真的要去指责的话 讲说这个节日其实就是拿来赚钱的 商业化很重 让那些商家在stadium那边摆摊子赚钱 不管是卖sushi也好 还是卖其他的串烧也好 还是什么东西的 坦白讲我之前去过几次 去那边买东西 东西真的是不便宜一下 OK 它的那些日本的这些小食 不管是sushi也好 还是这些串烧还是其他 包括饮料这些东西 其实都不便宜的 OK 那么它变成一个充满商业味道的节日 同样的Christmas 圣诞节也是充满商业味道 它也有它的宗教的元素 那么之前也有一些比较保守的人士 讲说穆斯林不可以庆祝圣诞节 然后甚至也不可以祝福基督教的朋友 天主教的朋友说Merry Christmas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是季节性的 时间一到又会被吵起 时间一到又会被吵起 那么Christmas是一个节日 另外一个节日就是2月14号的情人节 有没有印象 那么过去10年 每当情人节来临的时候 我们总会习惯的 听到一些声音 听到一些意见讲说 哇不可以庆祝情人节 情人节有西方的色彩 就是当时打战的时候 一名神父不理国王的指示 私下帮男女 你注册让他们成为结尾夫妻 所以这一个是有宗教的元素 叮叮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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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一大堆 那么确实 冬了之后 大家觉得还是抄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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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了之后 又静下来 事情 情人节过的时候 又没有 又消尽了 又消尽了 消沉下来 等到明年2月的时候 又来乱一轮 所以这个东西周而复始 所以他有政治操作的这个成分 那么回到来 这一名部长讲这个课题 是不是因为他被媒体问到 然后他还没有做好应对的这个准备 而他的脑袋 一般上的这个思维的模式 就是从宗教的角度 因为他负责宗教事物 他负责伊斯兰事物 所以他很本能的这个反应 就是说 这个东西好像有其他宗教的元素 所以就鼓励 或者是劝告穆斯林不要出席 是不是这种direct reflection 就是马上本能的反应 就说这东西不对 所以不应该出席 是不是这样呢 还是因为这一场的回答 是经过精心部署 经过计算 然后这个计算呢 是有这一个选票的考量 有选票的考量 到底是不是这个我们不知道 我们真的不知道 要看接下来事态的这个发展 我们才能够理解 当然希望不是为了获得选票 为了满足特定保守派的口味 而发表这一番谈话 我宁愿相信部长是本能的反应 就看到了这照片觉得说 穆斯林不应该出席 甚至不应该穿和服 但是其实不同的族群穿 其他族群的民族服装 其实这不应该成为一个课题 那么如果洋人穿马来装的话 其实应该感到高兴啊 或者是非穆斯林他带读东 其实这也不见得会有很大的这个问题啊 因为这一套的服装 并不属于单一的群体 或者是单一的种族 服装这一些装饰 它是普及化的 它是普世的 OK 并没有所谓的claim ownership这回事 我觉得他没有claim ownership这回事 除非是你真的有把它申请这个trait mark 有注册商标 有知识产权在里头 这一套的服装 只有某某人可以穿 或者是买了这个版权的人才可以穿 其实没有啊 OK真的是没有 反正我觉得说看了那张海报 我觉得很和谐 就是女穆斯林 OK她戴头巾 但是她穿着这个日本的这个和服 感觉很亲切 OK就是我穿你的民族服装 那么可能你带我的民族的这个头饰啊 或者是装饰等等 这其实都是一个好的象征来的 那么不明白为什么会搞到目前的这种情况 那么我现在就很期待7月16号 OK再多一个月 因为现在6月9号嘛 再多一个月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首相署部长有没有出席 如果有出席的话 yes 拍掌 OK就看看 在现场的时候 这名部长是不是会觉得很尴尬 哎呀觉得很不自在 那么我相信如果他去到现场的话 雪州政府应该会欢迎他 然后会准备一张VIP的椅子给他 因为他是部长 OK他是联邦的部长 那么按照接待的礼仪 他应该要获得贵宾式的待遇 OK要获得VIP贵宾式的待遇 所以7月16号 看这名部长到底有没有来 那么如果有来的话呢 或者是他在现场有发表一些谈话 或者是这个事情之后有一些进展 那么我们就在7月16号之后 再来开一档的封新闻 来跟大家聊聊看看 Idris Ahmad他的这个反应 他的这个脸部表情 因为脸部表情是骗不到人 尤其是他的那些微表情 除非他能够伪装的很好 那么我相信这些东西也不需要伪装 就大大方方的这个助席 就来我是来了解 我是来看的 OK 其实如果能够做到这点真的是很好 不过可能对一些政治人物来说 他可能担心 如果我去了之后 会不会被诠释为说我认输 还是我放低身段 那么如果我出席的话 记者肯定会来问我说 你现在出席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东西 你觉得说这个有宗教元素吗 那么你会不会阻止穆斯林出席呢 记者肯定会抛很尖锐的问题 很尖锐的问题 可能这些尖锐的问题 就会令到部长很难看 或者是很难回答 所以我觉得部长出席的几率是非常低 如果他有这个勇气去出席的话 我给他一个赞 我给他一个赞 就是他亲自要去了解 那么对上一次的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他的名字叫做Zuki Free 他不是来自任何政党 他是前联邦直辖区的宗教师 就是Mufti OK 那么证明Zuki Free 跟现在的部长 Edrisama来比的话呢 那么Zuki Free 感觉上就更加的中庸 更加的具有包容性 因为他在过去两三个星期 他去了天主教堂 OK 去参观 去拜访 同时他也来了吉隆坡的天后宫 他也进入天后宫 然后进行了解 然后跟天后宫的这些负责人交流 那么相对的 我们现任的Edrisama 他到底有没有进入华人的这一个寺庙或者神庙进行拜访 这点我必须坦白讲 我没有印象 可能有 OK 可能有 我没有印象 那么他有没有进入这个天主教堂或者是信徒庙来释放善意 来促进更多不同宗教信徒之间的交流 这个我倒没有看到 我们来进入全民党接纳Zuraydah OK 对Zuraydah来讲 他可能拍手 OK Zuraydah 他说我终于有了一个家 他可能要唱潘美城的那首 我想要有一个家 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OK 在我手机下的时候 我会想到他 OK 潘美城的 我想要有个家 那么 Zuraydah 现在他已经有家了 OK 这是他第三头家 OK 也可以说他政治的第三村 他第一头家 那个名字叫做公正党 OK 叫做PKR 那么他在那个家 待了有整 有整十年吧 OK 那么他在那头家 也获得不错的这个表现 那么家里的成员 待他也不薄 OK 把他选为妇女主的主席 同时也把他推上去 成为副主席 那么他在这个家 担任了三届的国会议员 就是2008 2013 以及2018 都成为了安邦的国会议员 那么在2018 改造换代之后 他被推举为 房屋基地 反政府部长 所以他第一头家 其实住的还相当舒适 过的还相当滋润 OK 但是 在2020年起来 当政变时候 他就离开了这个家 他跟着他的老大 叫做Azmin Ali 离开了他第一头家 那么就进入别人的家 OK 是进入别人的家 那么对公正党来说 其实公正党可以说是 他有份参与 一起发展跟壮大公正党的 这个领袖 那么现在他离开了他的老家 他去另外头新家 说的不好听一点呢 他是那一家的访客 并不是真正的家庭成员 那个家的家庭成员 没有把他当作是成员的一分子来看待 而这个家 他的名字叫做土团党 Bersatu OK 那么Bersatu真的 Bersatu没有把他当作是家庭成员来看 虽然他是部长 虽然他是国会议员 对土团党来说 凡是国会议员的话 你的价值就增加很多 你的价值就增加很高 因为你能够贡献你那个国会议员的席位吗 马来西亚只有222个国会议员而已 OK 222名下议院的这个国会议员 那么如果你增加多一名 你成功拉到一名回来 就意味着对方少了一人 所以他是零和游戏来的 就是我这边增加 对方就减少 我这里减少 对方就增加 所以他在Zuraida在第二个家 在土团党那边 不得也不是这么滋润 OK 虽然有部长做 但感觉有点寄人篱下 OK 就是你是东方的 我刚好有个空位 有个地方 没有用到 OK 好吧 你Asmin 整10个人 OK你就在这个地方活动吧 就把那个地方圈起来 OK 这个就是你活动的地方 所以经过两年 从2020年2月尾 喜来登政变之后 到现在2022年 这两年多期间 Zuraida一直觉得好像很不自在这样 就很不舒服 因为公政党是多元种族的政党 而土团党是以马来人为主 虽然他的名字是土著 但是这土著 我们可以将他理解为马来人 那么其他的这些真正的土著 或者是我们讲的原住民那些 Oran Asli 其实是没有加入土团党的 OK 很少很少 我所知道的是没有 那么这个Zuraida在公政党过得很滋润 在土团党就不舒服 很不舒服 很不爽的感觉受到很多约束 然后又有一点被瞧不起的感觉 那么其实他在今年的时候 他已经被土团党的高层 踢出WhatsApp Group了 那么这一个动作被踢出WhatsApp Group 其实如果把我放在Zuraida的那个位置 我也觉得我很尴尬很拍写 就是别人已经没有把你当作是家庭成员了 就是把原本你是属于这个成员的一分子 你是WhatsApp Member 现在都把你剃走了 我们是想想 如果我们在家里 我相信现在大家的家庭成员当中 至少都会有WhatsApp Group 可能跟你最亲的就是爸爸妈妈 然后兄弟姐妹哥哥弟弟 那么这个会有一个群主 那么接下来可能比较书的是 堂哥堂弟表哥表妹表这些亲戚表跟堂的 OK 那么思想想 Zuraida他在他的这个家 就是土团党的WhatsApp Group里头被踢出来 而且踢出来的是他的这个母体 OK 并不是什么妇女族或者是公亲团 不是 而是母会 而是最高理事会 所以这一点 就代表说 其实土团党都不要你了 OK 你自己想办法 你自己走吧 如果真的要我开身 把你给请走的话 就很难看的 所以 那么对Zuraida来讲 他左思右想左思右想之后 觉得 五月尾的时候 六月初的时候 是最好的机会了 OK 他就 退党 那么加入全民党 那么这个全民党 他的公正党色彩也太过浓了 真的是非常浓 从他的主席 从他的主席 跟他的这个鼠里主席 还有其他的主要的干部呢 都有公正党的这个影子啊 他的主席 顺伟宣 Larry Song 是之前公正党沙拉越的州联委会主席 不过这名 Larry呢 他也实在是了不起 他之前是属于沙拉越的其中一个政党 OK 那个政党 叫做工人党 Party Party Bureau 那么这个全民党就是从Party Bureau转型而成的 那么 孙伟宣以前就是这个工人党的主席 OK 那么现在从工人党换成了全民党 那么这个主席也从原本的Larry Song 后来也是Larry Song OK 工人党主席是他 然后全民党主席是他 但是现在最新的 看到最新的消息呢 就是 接下来 他们会公营 OK 会请如来大来领导他们 OK 那么 这个 全民党的主席 孙伟宣 他在今天 今天就宣布正式接纳 Zuridah入党 那么Zuridah也很开心 拿着他的这一个什么 他的这个党员证的这个卡 证明说 啊 姐 现在是全民党的这个党员了 就像当这个 Azmin Ali加入土团党的时候 也有一个这样的这个仪式 OK 就是 土团党的主席是Muhidid嘛 然后 Azmin等人 Azmin Danlaylay一起加入土团党 所以那时有个仪式 在土团党大会上 那么 Azmin Ali跟 Muhidin 就见证了那张大型XXXL的这个党员证的移交于事 证明说 OK我把这张卡给你 重庆以后 你就是我党的党员了 OK 那么今天 Zuridah就正式成为了全民党的这个党员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要交棒的时候 就是 孙伟萱可能会把领导主席的棒子交给 Zuridah 那么其他的领袖其他职位会不会受到变化 不得知 不过 我觉得应该是不有太大的这个变化了 因为也没有其他人跟Zuridah一起进来 Zuridah是一个人先入党 他不是带着整个团队 如果他带着整个团队的话 现在的局势就不同了 OK现在的局势就会有可能 100度或者是120度的这个转变 OK 他未必是天翻地覆的转变 但他会有一些激烈的变化 那么原本的这个全民党的党员或者是领袖 可能会受到刺激 假如说 咦 那么突然之间Zuridah成为我的这个实权领袖 那么其实也不需要担心 当全民党成立的时候 就已经被看成是准备接纳公正党在土团党的那一派 把他们全部拉过来 OK 那么这个动作我相信目前正在进行当中 正在进行当中 那么Zuridah加入了全民党之后 会不会有座围 会有座围 他也想要有座围 因为没有座围的话 其实他留在土团党是没有太大的差别的 为什么你要离开土团党加入一个没有知名度 甚至被看成是文子党的政党 因为他要拨 他觉得说很可能 我有这个机会 我要试一试 所以他就退出了 那么退出了之后 而且关键点 他退出的时候 是还没有实行反跳槽法令 反跳槽法令还没有生效的 他就选择在还没有生效的时候 先跳过才 先Jump Ship 所以挑过来这边之后 其他问题就可以很好的迎刃而解 OK 迎刃而解 那么现在 对Zuridah来讲说 OK 他已经找到他的第三村 找到他第三个家 叫做全民党 Batibangsa Malaysia PBM 那么现在 Batibangsa Malaysia PBM 加了Zuridah 是不是真的如虎添翼呢 其实坦白讲 我不这么认为 Zuridah虽然是大将 但是他加入全民党之后 其实 不见得会为全民党 带来多大的这个加分 因为全民党原本 到现在 都是一个文字党 都没有大的作为 尽管他在三月的时候 第一次参与 柔佛周选 但是 他派出的四位候选人 包括他的高级副主席 就是特报的国会员 特报的国会员 OK 也输掉 那么特报的国会员 是在 Batibangsa竞选 那么他输给 对方 那个对方圣选的人 就是 慕达的女候选人 OK 是慕达的第一位女外币 OK 那么 中绍云输掉 中绍云 在 这个 Batibangsa输掉 那么 其实Batibangsa就是 中绍云 他本身国会议席 底下的一个州议席 OK 中绍云他是 特报的这个国会议员 OK 那么特报底下 有两个 州议席 其中一个就是 Batibangsa 就是幼景镇 幼景镇也被看成是 反对党最有机会胜出 特别是慕达有机会胜出的 结果不出所料 慕达胜出 那么说回来刚才 这个全民党派出的四名代表 包括他的高级副主席 这个中绍云 四人全部都输 而且输得很惨 OK 连按贵金都输掉 真的是有点冤枉 那么 政党 你是文字党吗 外面的人都不认识你 对你这个logo 他的logo是一个手掌 对这个logo 对这个logo是很陌生 很陌生很陌生的 都不晓得 因为 过去他都没有进行宣传 也没有太多的这些活动 也没有走入基层 所以 基层党员或者是民众 对他很陌生 这是正常的 那么 Zurida加入全民党 加入全民党 我不见得会有太大的这个作为 第一 Zurida本身的形象 因为 两次的跳槽而受损 第二呢 就是 现有的这个全民党的这个机制 它的这个structure 它在全国各地的这些分布 没有太强 没有办法让领袖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 build out 他们的 national的这个forfall 所以 简单来说 Zurida 在全民党 不会有太大的这个作为 虽然他很想有作为 OK 所以这个是全民党跟Zurida的这个关系 好 那么这个是Zurida 还有这个全民党 有些时候 因为一天讲 有些时候讲太多这些政治行文 名字会搞乱 人的名字会搞乱 第二呢 就是 党的名字会搞乱 因为 太多党了 马来西亚现在是政治碎片化 那么以前 一名政治人物 他几乎是 有生之年他都 跟一个政党绑定 是绑定一个政党 那么要处理 要讲要写的时候很容易 OK 就比如说 行动党的 长期跟着行动党走的 比如说 林冠英 林吉祥 尼可敏 或者是 刘振东 潘简伟这些 那么现在这些人物 跳党的 我不是讲公正党的 行动党那些 不要误会 就是现在 现有的这些请我跳党 有些时候跳得太快 还没有习惯 或者是还没有想到他 在新党的这个位置 脑袋马上浮现出 哦 他原来在这个党 所以真的是很乱水 这也是为什么 身边有一些朋友 对政治感到失望 对政治感到冷感说 哎嘞 这鲜水都一样的 我宁愿睡觉都不愿投票 现在开始有了这种情绪 宁愿睡觉不愿投票 而这个 要睡觉不投票的呢 是从马六甲周选开始 就已经有了 就是投票率不踊跃 那么来到柔佛的时候 更加的这个明显 OK 如果马来西亚的政局 政单还是像目前这样 乱糟糟的话 我相信宁愿睡觉不愿投票的 这一股风气 会再度的掀起 搞不好 到时候就是大选之前 会有另外其他的这些论述 包括说 不投票 包括说 投票 当然 今天我们不聊这个课题 OK 不聊这个课题 那么还有最后 另外一则的这个课题呢 就是来了 被消费的消费税 睡睡不安 OK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 被消费的消费税 这里要讲一讲一些典故 因为在上个星期 我有在我的Facebook的这个专业有提到 消费税的一些课题 然后就有一名网民 他留言说 哎呀你不要再消费消费税了啦 我第一次看这一句的时候 不要不要再消费消费税 我当时脑袋必须讲 我转不过来 我不懂他在讲什么 不要消费消费税 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把消费两个字 重复多一次呢 是不是他在写错东西 后来才发现到 哎 原来不是他写错东西啦 他的目的 他的用意呢 就是我不要再以消费税来大作文章 来捞取好处 就是消费的意思啦 OK 所以不要消费消费税 哇我觉得这名网友 他的这个留言实在是太棒了 所以我就把它拿出来 当作是第三则新闻的这个标题 被消费的消费税 税税不安 关于消费税的这个好处 其实 早回2015年 当政府实施GST的时候 就已经有一堆了 当然他最主要 现在不是上税务的歌 不是讲说消费税有多 好他的这个机制是如何去进行 但是这里提的有几个点 第一呢 就是消费税是更加透明的机制 他能够让马来西亚政府增加税收 这点很关键 真的很关键 那么现在我们靠的收入 其实是来自中油 中油 中油现在 每吨已经上到6000多块钱了 6000多块钱 那么之前呢是 2000 3000 4000 那么现在来到6000多块 OK 那么6000多块就意味着 政府可以从中油当中收取更多的这个收入 那么在汽油方面呢 在石油方面呢 在石油方面呢 其实不多 那么还有另外一大块呢 就是和其他的这些 其他的这些税收 那其他的税收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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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还要给出大量的这个津贴 这个津贴包括了燃油津贴 啊 粮食津贴 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津贴 OK 那么在汽油津贴 跟粮食津贴方面呢 我们的财政部长登顾沙弗就说 哇 已经拨了 已经要准备710亿 71 billion 来进行各种各样的津贴 所以对政府来说 哇 已经没有钱了 所以没有钱的话 就要增加更多的这个收入咯 而这个时候呢 就打消费税的这个主意了 那么消费税 呃 还没有落实的啊 OK 还没有落实的话 还没有落实啊 只不过现在大家讲讲讲讲讲 包括商家 包括政治人物 包括税务的这些 公司 都已经有在讲 其实他们得出来的结论呢 就是 消费税是好的 应该要执行 因为它更公平 更公正 也更透明 只不过 落实的 时机 它的这个timing 以及它的这个幅度是多少 那么 已经有很多商家讲说 商家跟经济学家讲说 不应该从6%开始 6%太高了 应该从4%或者3%开始 OK 4%或者3%开始 那么慢慢的逐步提高 就像新加坡 慢慢的逐步提高 最终要去到9% 现在应该是7% 现在应该是7%吧 慢慢的逐年增加 那么我们马来西亚是没有 一来 Skali 就给你6% 那么再加上 退税的机制出现问题很慢 令到商家的这个现金流出现问题 因为Claim不回来啊 你已经预付了 但是你Claim不回来啊 Claim的过程太慢了 所以这一些就令到民众就很不满 然后在这个509投票的时候呢 就投了国阵反对票 OK 投了国阵反对票 那么行 我们上台执政之后 就把消费税给取消掉了 那么现在用SSD 就是销售级服务税 不过这个税呢 真的有太多的漏洞了 OK 有很多漏洞可以赚 那么可以去占小便宜 OK 这个是SSD本身有机制上的这个 不足跟机制上的缺陷 政府之前他没有征收暴利税 那么他征收的叫做 Prosperity Dex OK 叫做繁荣税 其实繁荣税 也是另外一种的企业的盈利税 只不过 他的这一个征收呢 是一次性的 OK 过了特定的年份就没有 但是 但是 刚才有提到的 就不同了哦 消费税就不同了哦 消费税是没有季节的哦 你只要有消费的话 那么你就要给 %率 所以消费税 其实我是支持 让他重新回来的 不过有三个东西必须要先处理 第一呢 就是他的税率不应该6% 应该少过6%可能3到4%开始 第二呢 就是退税的机制 要透明 以及要快 不要慢吞吞 不要在那边咪咪摸摸 OK 这是第二点 那么第三点 如果有了消费税之后呢 我们的个人所得税 还有公司的这些 公司的这个税务 应该要降低 OK 所得税跟企业的公司税应该要降低 那么如果这些东西都做到位的话 那么我相信 民众 会愿意接受 消费税的这个回来 可能那个时候不叫消费税啦 那时候可能叫VAT 还是叫其他吧 所以消费税 应该要让他执行 只不过 confirm guarantee 在本届 It's my air supply的政府 是不会推行消费税的 因为太过冗长了 当平时的一些 处理一些问题都要花蛮长时间 更何况这一个 要处理这个课题 要处理这个GST 他的什么 他的过程更加长 东西政府有说吗 要9个月的这个时间 制定法令 然后辩论 然后通过 然后表决 这些都相当耗时 OK 都相当耗时的 那么我看今天的 风新闻 OK 今天的风新闻 我看就到 先到这里为止 感谢大家的收听